诗篇九十一百七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音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我脱离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 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羽毛 灵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所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你唯亲眼 靠关键 见恶人遭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 当你的居所 祸患 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踩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 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恩待怜悯 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是灵 是生命 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的话 就像臣子领受王的命令一样 就像儿子倾听父亲的 尊尊教导一样 求主给我们爱慕你的心 求主将你的话 满有能力的 借着圣灵的光照 临格在我们生命当中 借着你的话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除去我们心中的愚昧 赐过我们智慧和力量 建立我们 使我们能够真正在这个世上 过一个真正切实的去爱你 遵心你命令 讨你喜悦的人生 愿主亲自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诗篇第九十一篇呢 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一节到十三节 是智慧师的题材 这里面谈到了鼓励追求 敬前的道路 抓住神的保护 及赐福的应许 然后第二段呢 就讲到十四节到十六节 是谈到了神域 上帝对我们讲的话 更新了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应许 支持智慧的地位 那诗篇我们看到这九十一篇呢 和九十篇以及左右都有关系 特别是九十篇里面 祈求赐福 及神看顾的这样的内容呢 在这里面九十一篇里面 借着神的应许和神域得到了确定 那这个诗篇呢 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段落 大体可以分为这样的两段式的结构 第一个就是A B AB 然后C 我们看到ABAB是讲到一个内容 实际上C是我们刚才也分了第二个段落 那第一个段落里面 ABAB这样的结构呢 是邀请进入到神的庇护一节到三节 然后九节到十节是邀请进入神的庇护 然后BB 这个三节到八节和十一节到十三节 都谈到了神庇护的形式 然后C的部分就是神拯救到神域 十四节到十六节 那我首先来看第一部分 就是邀请进入神的庇护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诗人说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这里面提到了几个神的名字 谈到邀请神的百姓进入到神的庇护的时候 他称呼神的称谓呢 大家要注意哈 首先他谈到了至高者 全能者 然后耶和华 然后第二段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耶和华 至高者 这里面我们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哈 诗人用了非人称的第三人称 就是住在什么什么的之处的那位 住在什么什么 然后他谈到了这里面 说到了这位至高者 这位全能者 这位耶和华 那至高者全能者是强调创造的神 上帝是Eleon 上帝是Sadeh 然后耶和华呢 就是谈到了他的恩约 强调神是恩约的爱 然后至高者 全能者强调上帝创造的能力 他邀请诗人们 诗人邀请这些神的百姓们 神的儿女们 去投靠 神的护币 就是投靠在这位 创造者 这位救赎者 这位实行恩约 应许拯救的这位神 亚维 至高神 全能者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 特别是他谈到了 神保护的这种隐喻 要投靠在耶和华 什么什么下 投靠在这位神的什么下 隐秘处 然后依下 然后说到 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依靠 然后又谈到了避难所 居所 然后帐篷 等等 那在这里面 我们也留意到 隐秘处和阴下 是形容一个幼虎 幼虎 幼鸟 虎鸟 它躲避在 这个成年的 鸟的翅膀底下 也就是说 投靠在它的庇护之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在旧约当中 特别是生命纪里面 出埃及纪 里面形容到 上帝是一位将我们遮盖在 他翅膀 阴下的那位神 所以这是诗人再次呼召神的百姓 要回归 要投靠 在这位上帝的阴下 他的护臂下 他的保护下 就像 雏鸟 投靠在 成熟的 母鸟 的 翅膀的阴下 一样 那这个画面 这个异象 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 主耶稣基督曾经 也指着 耶路撒冷 说过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我巴不得你 回转 我多次像 母鸡 要将你 遮蔽在翅膀下一样 但是 可怜的是 你不晓得眷顾你的日子 他看到耶路撒冷这种 悖逆和将临到的审判 就哀哭 谈到了 多次 神的护辟 像母鸡 护臂 这个 小鸡一样 来保护他 聚集他的百姓 看顾他的百姓 所以诗人在这里面呼召 神的儿女们 要投靠上帝的保护下 眷顾下 那第二部分 第二种类型的 第一种类型是 这种异象是指到 成年的鸟 护臂这个幼年的 雏鸟 这样的一个画面 让我们看到 我们如何应该投靠神的护臂 第二种画面呢 就是军事性的 避难所 山寨 这里面就是谈到了 这种要塞 军事基地 所以这些内容 都是以色列百姓 是非常熟悉的 日常当中非常熟悉的 因此这些内容呢 这些隐喻呢 就非常形象的 生动的给他们 一种深刻的印象 让他们意识到 我们是多么需要 神的庇护 就像雏鸟需要 母鸟的翅膀 那遮盖一样 保护一样 遮风挡雨 遮盖 其他飞禽 猛鸟的攻击 保护一样 就像一个军人 军队 躲在避难所 山寨里面 这种要塞里面 军事基地里面 获得保护 逃避神 仇敌的攻击一样 神的百姓 也应该这样 投入到上帝的怀抱 投入到他的 阴辟之下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诗人也提到了 为什么要逃避 为什么要躲避 到神的 这个庇护之下 这里面提到了 两种实节 祸患和灾害 那保护我们脱离什么呢 你们当将 至高者当你们的局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 必不埃及你的帐篷 那这里面 祸患 如果执意的话 就是邪恶 主耶稣教导 大祭司祷告的时候 也说 不求你 救他们 离开这个世界 只求你 救他们脱离凶恶 主导文里面 也告诉我们 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上帝拯救我们 脱离那些 邪恶的事情 我们活在一个 充满罪恶的时代 纵然人类社会 在努力的去 建立某种 公平公义的 制度 秩序 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在一般恩宠 一般普遍恩典的领域里面 维持着人类社会的 某种秩序 维持某种公义公平 什么 遏制强势的人的邪恶 保护那些弱势群体 这个都是好的 但是仍然存在着 这种邪恶的事情 上帝会救我们 脱离这种邪恶的事情 让恶不临到我们 甚至我们不落入到恶里面 更侧重的是 不让我们落到这种恶的里面 那灾害 灾害直译的意思就是 疾病和伤害 也不让疾病和伤害挨着我们 这是我们看到 诗人邀请百姓 进入到神的庇护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看到就是 那这种庇护是 怎样的庇护呢 脱离怎样的灾难呢 三节到八节说到 他必 他是指前面说的 至高者全能者 耶和华 我的神 必救你脱离 捕鸟人的网络 这又是一个隐喻 特别是让我们想到了 真言书 那个无知的少年人 父母对他的叮嘱 要远离恶人 远离淫妇 因为这些恶人 这些淫妇就如同捕鸟的人的 暗设网络 随时司机来夺取性命 这个大家如果是生活在农村 或者是看一些农村的题材 这样的影片的时候 就会知道一些各种各样的 这个捕鸟的方法 有什么网 那种网罗 有粘鸟的那种网 挂在那些高空当中 然后鸟经常来回走 特别是那些堆砌 这个谷物的地方 鸟过来飞的时候 会看不见那个细丝的那网 就会翅膀就会粘在那点 然后抓住鸟 还有一种是那种像 筐子一样扣 把这个食物撒在那里面 有个枝棍 躲在远处 隐藏起来 然后等鸟进入到那个网 这个什么网 这个什么 那种网状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一撤 那个网就落下来 然后把鸟粘在里面 所以形容我们可能处在一些被仇敌 被别人的暗设的网络里面 无论是灵界的还是社会上的 毒害的瘟疫 然后还说到这个什么羽毛的遮蔽等等 然后翅膀的底下前面也说到了 对应着隐秘处 那这里面说到了羽毛 就是讲到上帝温柔的 看顾 保护 然后又说 他的诚实 这个诚实是指神的信实 就是前面亚维的意思 神是约华 神是信实守约的那位神 因着他 应许了 因着他是信实的 守约的 所以他必定要保护那些 依靠他的人 敬畏他的人 所以他的保护就像大小的盾牌 又是一个隐喻 保护我们 使我们脱离那些火箭 使徒保罗在新约以夫所书六章里面 谈到了圣徒属灵的征战 穿戴绳索刺的 拿起来 穿上 就能够避免逃避一切的仇敌的攻击 不但能够站立的住 还能得胜 特别是一个 就是手拿信德的藤牌 抵挡住仇敌的火箭 盾牌是一种防御的工具 当然 在新约时代的 这个罗马军人的这个盾牌 他不仅是防御 甚至他还可以往前推 这也是一种进攻 然后右手拿着短剑去刺 所以 不仅是消极的去挡住一些东西 甚至他拿这个盾牌去击打对方 然后甚至拿剑去刺对方 所以盾牌这里面侧重是保护 耶和华上帝就像盾牌呀 保护我们 仇敌投来的石器或者是火箭 黑夜的惊骇 这种大的这种 异象 突然的这些神迹等等 白日的飞的火箭 黑夜的疫情 五间的病毒 千万等等 这是全方位的 在时间上不分昼夜 不分各种状况 无论是战争火箭 还是疾病 这里面 瘟疫 毒病 无论是战争还是病 上帝都保护我们 这是既温柔 又是全方位充分的保护 所以带来什么样的 千让人扑倒 这是战争 万人扑倒 在你左边右边 但是这在前面所说的 必不临近你 你必亲眼看见 恶人招报 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们不但不受害 反而要看到恶人招报 然后十一节到十三节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面前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就是在你日常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打发他的使者 暗中保护你 他要用手拖着你 使你的脚不至于碰在石头上 你免得你的脚 这个你的 你踩在狮子和会蛇的身上 践踏哨人士 这里面说到了脚路 践踏 一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行的道路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新约里面 耶稣基督在受魔鬼 撒旦的试探的时候 撒旦让他故意从垫顶上跳下来 耶稣基督一眼就识破了 撒旦的诡计 因为这节经文是指日常的生活 不是故意自己去卧轨 看看这个地铁 到底能不能把自己碾碎 不是故意去服毒 看看上帝是不是会救我 像救他的使者一样 能够脱离这种毒害 而不是故意大冬天的 这个穿的赤身露体的去到外面动 然后看看上帝会不会让我不得重感冒等等 也不是故意将自己暴露在 像我们所经过的 甚至现在正处在 科罗纳这个疫情的 这样的病毒的危害当中 适当的保护自己的 常识性的注意 看顾自己管理自己的同时 在一般我们生活当中所行的路上 他会暗中打发使者保护我们 这里面说用手拖住我们 然后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 甚至让我们同样的脚 却可以践踏狮子和会蛇 少壮狮子和大蛇 就是战胜仇敌的意思 耶稣基督 这个上帝曾经在异定园里面预言说 应许说 你的儿女要践踏蛇的头 但是蛇要伤你的脚跟 这个应验 在旧约里面一直延续直到基督 彻底的打派 借着死 胜过死 长死权的 然后撒旦虽然 借着犹太人的愤恨 借着以色列百姓的拒绝 借着罗马兵丁的手 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虽然伤了他的脚跟 但是他从死里复活 死并没有困住基督 所以伤了脚跟不至于害命 但是彻底的借着十字架 却粉碎了 这个大蛇撒旦的权势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种庇护的形式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上帝应许暗中保护 拆解使者 用手托着 以至于我们的脚不至于 受伤 但是同时又可以 胜过仇敌 那这个经文呢 我们看到在那个 真正的神的百姓 以色列 耶稣基督的身上 成全了 他既是践踏蛇的 那个那一位 他又是 享受了这个应许的那一位 得到神的保守 不至于遭害 他也最终成为我们 那个代表 我们在他里面 享受着战胜仇敌的 那个恩惠 那最后一部分 西就是神 拯救的神域 前面说到了 号召邀请神的百姓 要投靠神的庇护 然后第二部分 就谈到了神 如何庇护他的百姓 是既温柔又全面的 第三呢 上帝就亲自 做出回应 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大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就要将他安置在高处 这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提出了 因为这些人专心爱我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认识我的意思 宣扬我的名 所以我要大救他 这就是恩约性的信实和爱 上帝爱我们 因着他爱我们的爱 因着他拣选了我们 然后因着他恩约的信实 他也保护那些 艰辛依赖他的人 当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我要做你子孙的 我要做你的父 你要做我的儿女 我是你的神 你是我的百姓 因此在恩约里面 就形成了这种联合 所以祝福你的 我就祝福他 咒诛你的 我必咒诛他 摸你的就像摸我眼中的头人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 直到生命纪的时候 上帝再次重申这个约的时候 虽然在西乃山之下 也是基于亚伯拉罕之约 到了生命纪 在摩亚平原 准备进入恩怨之地的时候 对新生代的人 再次强调这个约的时候 其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特别是王的身上 我们看到 上帝立王给以色列百姓 去治理他们 说将来你们中间要立王 王的责任就是 保护牧养 看顾他的百姓 上帝交给王的 让王带领 管理的牧养的这个百姓 其实王和百姓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反映了映射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成为神的百姓 我们有义务去爱他 去侍奉他 去礼拜他 去传扬他的名 在列邦当中 弘扬他的作为和名 去传扬他的美德 这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尊贵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本业 本质 当我不这么做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偏心己路 如羊走迷 就是活在一种堕落的 没有蒙救赎的状态 救恩的目的 也是重新让我们恢复到 我们和神之间正常的 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和神之间 应该有的这种秩序 我们应该以神为神 爱他 敬畏他 侍奉他 亚当 侍奉神 但是他被诱惑 他没有专心跟随谁 没有专心侍奉神 起了私欲 骄傲 偏心己路 不仅自己现在不义当中 把所有他的后裔 一同陷在 唯一的里面 那么救恩的目的 就是要恢复我们 重新回归 原初创造的目的和秩序 所以大家不要满足于 什么灵魂上天堂 那只不是入门而已 上帝要真正做到的 一个目的 一个程度是让我们 活出 应该原初被造 没堕落的时候 那种 以上帝为中心 以神为乐 以上帝的价值为最高价值的那种 次序去生活 在上帝的统治之下 我们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 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错为追随物质的 唯物主义或物质主义 金钱之上主义这种 人作为被造物的奴隶 也不是夫妻之间那种作为性 或者是各种操纵 那种控制 统治 这样的扭曲的关系 而是彼此相爱服侍 尊重的关系 兄弟之间也不是互相争敬 嫉妒 为了抢财产等等 互相杀爱 这样的关系 而是真的在神的里面 人与人之间 都是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彼此真正爱人如己的这种关系 所以世界也是反映了 神起初 原初 创造的时候 人就应该有的那种生活 爱神 爱人 耶稣基督来 也是要恢复这个目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神期待的 因此我们所有人 就应该专心爱上帝 真正爱上帝 认识神的名字 并且传扬他作为的人 这些爱神的人 就是神的百姓的生活 所以上帝应许 他必搭救这样的人 反过来不这样生活的人 要么就是 背逆不信的 背逆之子 要么就是不明白自己 蒙招蒙恩蒙救赎的目的的人 要么就是活在自私 自以为是 自我为中心 平行几路的这种人里面 表明他们好像信耶稣 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信 虽然他们外表来教堂 但是他们实际上 根本没有抓住福音的精髓 虽然他们以为 他们将来会进天国 但是他们实际的生活 跟福音完全不相称 所以那些真正爱神的人 不是他们配得神 搭救和眷顾的条件 而是因为他们真的 他们这样爱神 不是因为他们蒙 搭救的这种条件 乃是因为他们正活出了 那种神百姓和神之间 正常的次序和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中国基督徒 常常搞错这种经文的解释 总以为 你看我爱神上帝才这么拯救我 完全大错特错 我们学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也说到了 我们的顺从和善行 不是我们配得神祝福 配得神应许赏赐的功劳 或者资质 那些做的都是我们的本分 而且我们所做的 远远不及我们应该做的 神就是我们配得尊从 和爱戴的那位 我们礼当就是应该传扬他的名 无论是亚当 还是以色列百姓蒙昭 其实就是应该去传扬彰显神的名 包括新约的教会 也是在这个延长线上 但是今天教会不去这么做的时候 就证明我们在白战地图 我们已经偏离了福音的护照 不明白自己的本分和本职工作 所以当我们全心去专心去爱他 知道传扬他的名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行事为人 与我们蒙昭德恩相称的时候 这个本身不是功劳 这是应该做的 是本分 没有什么可夸的 这也不是什么超级基督徒的表现 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应该表现 因此我们也不要以为 这个值得什么夸耀的 我们只能说 做了一切之后 我们是应份做的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是我们应份做的 上帝对那些真正 在他的面前 这样生活的 他的百姓 上帝应许要保护他的儿女 搭救他们 救他们脱离前面那种网络 救他们脱离那些什么疾病 那些患难 那些攻击 那些恶 把他们安置在高处 安置在高处 一方面受到了高举 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 是一种保护 不意味着基督徒在地上 就一定享受尊贵的地位 而是说在 属灵里面 上帝保护他们 使他们不受 最终受到仇敌的 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 暂时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百姓反而是成为 如同被宰杀的羔羊 我们的主就是那样 历代教会也常常受到 各样的攻击和排挤 教会在地上永远是少数 永远是弱势群体 常常被强权和恶人 这个欺压甚至迫害 甚至夺取生命 那么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呢 上帝保护他们 那些夺取人的肉体 却不能夺取人的生命的 你们不要怕他 反而要怕那个 既能夺取人肉体生命 又能够将人灭 灵魂灭在地狱里面的那位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上帝应许 上帝没有应许我们 在地上不遇到 患难和困苦 穷乏和试炼 上帝却应许我们 在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成为我们的庇护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他要搭救我们 他要高举我们 抬举我们 使我们超越这一切 而这一切不是自动的 而是那些真正专心 依靠他又投靠 他的创造的能力 因为他是至高者 他是我们的主 然后又投奔他救赎性的 恩约性的慈爱 他是约华 那些专心爱他 知道他的名 求告他的名 投靠他的人 求告他的人 上帝应许大救他们 所以祷告爱神 和我们蒙救赎的恩招 是不可分割的 不要以为我蒙招了 我灵魂上天堂了 我可以不爱神 没有这种割裂式的福音 就像信心没有行为一样 然后这个神的拯救 好像跟我们的求告呼求 没有关系一样 所以这里面是专爱神的人 他们就会在患难当中 专心依靠神 求告神 所以上帝搭救他们 上帝应许求告我 我就应于你 所以这里面说的神保障 神信使 神是诚实的 你求告我 我就应于你 在患难的时候求告我 这就是荣耀我 尊重我 我必要搭救他们 所以这里面也是吸引 鼓励我们去求告他 他在患难当中 所以再次强调 神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 一马平传 平平安安 不遭遇患 祸患或者疾病和痛苦 而是应许我们 在患难当中 他与我们同在 这就足矣了 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们经过大水 我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 我们经过死因一般的幽谷 看不见希望 看不见亮光 但是上帝却不离不弃 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他就是我们的盾牌 保障安慰和力量 我要大救他 使他尊贵 然后要使他足相长寿 这不意味着我们在地上 真的是长生不老 都活百岁以上 这种长寿 我们作为赐予我们生命的延长 最大的长寿就是永生 将神的生命赐给我们 将来我们肉体虽然衰残 但是有一天 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 他应许我们 所有在他里面的人 最终也要从死里复活 因此我们的生命 会在永世当中 新天新地里面 去崇拜 侍奉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在以色列书66章里面说到 那个时候百岁死的 算为婴孩 幼童 没有一个人得疾病的 那里面都是长寿的 健康的 我要向足相长寿 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就是让他们享受 这个救恩的恩惠 好了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透过九十一篇 我们看到 诗人号召我们要求告神 要投奔神的护辟 但是投奔神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 亚维 特别提到了至高者等等 是强调上帝是创造主 上帝是救赎主 恩约之主 因为恩约应许了救恩嘛 他是大能者 他又是慈爱和信实的神 当我们不认识 他是大能者的时候 谁能投靠他的能力呢 当我们不认识 他是恩约拯救我们的神 谁能投靠他的恩慈和信实呢 正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 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 正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求告他 我们知道他不推去我们的祷告 正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大能的 同管万有 创造万有 至高神 所以我们呼求他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会以他的大能的绑壁来 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困难 所以认识神是敬拜神 爱神求告神的前提 所以诗人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呼求神的名字是表明我们对他的认识 然后劝勉我们 要求我们当寻求智慧 因为上帝本身是至高的智慧 他是至善 他是最大的智慧 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 这就是智慧的源头 我们应该专爱他 这是我们最高的本分 也是智福 我们只有爱他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幸福的人 这和我们蒙被造蒙救赎的目的和本分是一致的 人堕落正是因为人在上帝之外 寻求其他的爱 爱自己 爱其他被造之物 落到虚妄和愚昧当中 我们应该依靠他的 依靠他的大能和慈爱 因为他就是至高的神 他就是亚卫 守约使慈爱 信使的神 纵然我们在今世充满各样的危险 祸患 邪恶 灾害 疾病和伤害 来自恶人的勾击 来自各样的困苦患难 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不遇到这一切 但是上帝却应许 与那些真正敬畏他 爱他的人 同在同行 上帝必拯救那些专心爱他 全心依靠他 这样的人 搭救他们 高举他们 使他们不至于被这些祸患所吞灭 实行拯救 所以主的应许 是那些 这个应许是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应许 而这个应许呢 却永远不会被废弃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如何呢 我们所蒙的恩典有多大呢 我们常常 所以我们的视野要打开 我们的心胸要开阔 为什么呢 我们的恩招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 盼望赐那个荣耀和启示的灵 赐给我们 使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知道 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浩大 他在基督里想我们所显明的这个爱和能力 何等的长阔高深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上帝想得太小 我们把福音想得太窄 然后我们只是把上帝当作一个这个保家仙 这个弥勒佛 当我们困难的时候去求告他是财神 当我们有病的时候 他就成为我们的保家仙 当我们有什么等等 这个又是财神又是保家仙 只是眼前的患难去求告他 我们却没有在这个整个上帝创造救赎 和他在永世里面要成就这个大的救恩里面 看到我们作为他所爱的对象 我们这种存在的目的和真正价值 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作为应该爱他 也只有在爱他里面 才能够享受真正的生命和意义 也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种救恩的目的 就是要恢复被造使的目的和秩序 而我们在这个被造的目的和秩序上 今天我们有多少真的为了荣耀神而活 真的以神为乐 真的按照他所喜悦的那种爱神 并且永远以他为乐的这种次序来过生活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反过来 其实看不见神 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欲望和追求 自己的喜好 偏心几路 就像真言书里面所说的 智慧在街上在高处发声 却没有人肯听他 这就是非常悲惨的光景 所以弟兄姐妹 神是我们的神 神创造拯救 神是大能的 神是慈爱和信心的 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智慧 他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爱的对象 只有爱他 寻求他的时候 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存在的 这个基础立足点 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真正的存活的价值 和真正的至善和幸福 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幸福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光景 寻求他吧 我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他本身才是我们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愿我们能够享受神本身 并且靠他度过我们在世的生活 在使命上忠心 在爱神的事情上要引擎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